快速道路橋下多叉大路口 左手邊大批車朝的車浩志 還是綠燈時趕緊開過去 下一秒一位阿婆騎車到路口時 還沒有騎到對象浩志卻已經轉紅了 另外一個車到的機車也正準備起步 直接跟阿婆撞在一塊 台中大里環中登陸六段 26號下午一點多 71歲阿婆太晚騎過路口 在浩志轉換時 南騎士疑似又比較早起步 才會撞上去 阿婆的腿部傷勢不清 又教壞變形人意識清楚 緊急送醫治療沒有大礙 九層都在那個角 昨天總共有騎騎車 兩三個吧 沒印象啊 反正他每天都在算 他習慣了也回去算 不過在耐心瞧著一個路口 不僅路很大條 還有一些複雜 經常有事故發生 時機來到現場限速50 觀察紅綠燈秒數 黃燈轉紅燈只有3秒的緩衝時間 到對象路口的距離 大約是40公尺 如果阿婆車速比較慢 時速騎30公里 等於1秒8.3公尺 需要將近5秒才能完全通過 除了呼籲不要搶黃燈之外 經過大路口還是要觀察 如果耗質快要轉換了 硬闖的話也很容易發生危險 TVBS新聞程度顯禮 蔡影台中場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